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观光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有大地的神秘苏西亚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亚伯拉罕 萨拉 以萨 雅各和利亚的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 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工 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 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 我们会与尼赛亚信徒一起庆贺 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 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出席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 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亮点是 此次行程 我们将全程住在安全舒适的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耶胡达 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还有少数名额 七月份报名截止 请抓紧时间报名哦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特 那今天呢要给大家来讨论一个非常可恨的事 而且这个事真是让我感觉到 怎么就这些人怎么坏成这样 我觉得这实在是太evil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主角是谁呢 我们要讲的就是贺锦丽 卡玛拉·哈勒斯 那他最近呢出现在了巴尔迪摩 为什么呢 为了民主党一直在推行的这个环保绿色能源计划站台 其实现在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是全球所有的左派都在推行的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你可以从这个方面你就可以看出来到底有多少左派政府 对 大家都在推行这样一个绿色能源计划 那这个绿色能源计划我们以前也在节目里跟大家想过 这个就是包着一个非常好看非常美丽的一个唐衣 但其实里面就是一个毒药这样一个东西 那他呢跑到了巴尔迪摩来为这个绿色能源计划站台 那他就做了一个演讲 这个演讲的主题就是为美国投资 那他在这个演讲里面呢 主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我们得把钱花在刀口上吧 对不对 我们要去投资 我们要为我们的未来去投资什么呢 我们就是要投资在应该投资的地方 那什么东西是应该投资的呢 那他在这个演讲中有一段话 我听完了之后我就就是浑身巨鸽了 我想说这人怎么会坏到这样一个程度 然后我办公室听完了之后 大家都说 他就这样公开的讲出来啊 我先不说 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接下来的这段视频 我们给大家已经放上了中文字幕 你仔细的看一看 你看看能不能看到他到底说了什么 And so we set an ambitious goal to cut ou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 half by 2030 and to reach net zero emissions by 2050 the investment we are announcing today will help us to achieve these goals and it will do so much more because think also about the impact on not only the local economy, not only on an investment in the entrepreneurs and innovators from and in the community, think about the impact on something like public health. When we invest in clean energy and electric vehicles and reduce population, more of our children can breathe clean air and drink clean water. Thank you so much. When we invest in clean energy and electric vehicles, we add a clean energy and electric vehicles, and we add a little bit to reduce income. After that, there was a news that said it was a little bit. He didn't say it was a little bit. He said it was a little bit. I think it's not a little bit. You have to say it was a little bit. You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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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was a little bit. Why? It was a little bit. He was very good. Hey, No 减少人口跟我们投资清洁能源 跟我们保护环境 还有那个免得那些汽车排放尾气 所以我们要用电动汽车 就跟这些一样 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减少人口 所以呢 减少人口 其实对于民主党来讲 或者是对这些人来讲 根本也不是一个秘密了 那很多时候 很多人会觉得说 你们这个频道啊 这个好无聊 好奇怪 因为很多时候 你们讲一些说 基督教的价值观的问题 那我们有一部分观众 他们也并不是基督徒 他们是非常有正义感的保守派 但是他们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 还没有说起 各种主耶稣基督名下 所以有很多人并不是很理解 包括很多右派保守派也是 就觉得说 其实堕台这个问题 没有太大的必要来讨论 就是说这个是个人的自由 尊重别人的自由 对吧 但是他们在别的一些方面来讲 比如说税收或者等等等等 他们是站在共和党这一边 但是他们会觉得说 没有必要讨论堕台这种事情 非常无聊 但是你要明白 其实堕台就是他们减少人口 最主要的手段之一 而且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就是你可以让 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 在这个事情上面 他们是可以达成一个共识的 也就是说 右派很多人 在不知不觉的时候 就支持了他们去减少人口的 这样一个agenda 这样一个计划 因为你可以看 从1973年一直到现在 有6300多万 6300多万的美国公民 被合理的 合法的 减少了人口 就他们被杀死了 6300多万 那你说主要去反对这个事的是什么人呢 主要去反对这些事的 其实是基督徒 基督徒 天主教徒 大家因为知道这是神的创造 这是神创造的生命 所以不可以 但是你说很多保守派 哪怕他们没有信主的 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非常支持 只不过是把减少人口 换了一个名字而已 他们把减少人口 换成了女性自由 然后大家就会去 一窝逢的支持 这样减少人口的议程 我觉得就是 这所有他们的议程的方式 就是把它冠上一个好听的名字 然后大家比较容易接受 就是用语言的方式 对 然后右派的人 常常会因为就说 因为我尊重自由 然后这个是你的自由 你觉得这个是你的自由的话 那你就去做 所以说他们会去支持 这个样的东西 甚至有很多基督徒 会觉得说 这个是我们的自由 那很明显 就是那些基督徒 是完全没读过圣经的 或者是读了之后 他没有办法去顺服 这样一个想法 找理由 对 其实说实话 还是人的一个骄傲在这里 就是说 我这样理解 就是我不愿意承认 我是错的 我很爱主 没有错 我也收起了 没有错 但是我不愿意承认 我是错的 如果这个圣经的说法 跟我的理解不一样 那或许 这个大家解读方式 跟我的方式不一样 就我的解读是对的 你们解读的是错的 或者是 时代已经不同了 所以对于现在这个时代 已经不适用了 或者等等等等 会有很多的借口 来去给自己找一个理由 就是我不愿意 顺服神的想法 我愿意让我自己的旨意 高过神的旨意 那么呢 有一个观众就给我们留言 我今天早上看到的这样一个留言 看完了之后 我也是觉得说 主啊 真的请你帮助我们 还是很多时候在基督署里面 就是这一方面的想法 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冲突 因为跟我们曾经在世界里面 接受的教导 和我们身边看到的 被灌输的这种世界观 跟价值观太不一样 所以人没有办法去按照神的想法 还是想要一直找借口 那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留言 然后大家根据他留言 来看一下这个朋友是不是记住 他这样说 所以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你堕胎的理由吗 圣经里并没有任何禁止堕胎的律法 可能当时以色列人还没有这个技术吧 我知道很多人会搬出不可杀人这一条 到怎样的程度才算是人呢 现在都各执一词 但圣经里没有把胎儿完全跟人划上等号 事实上你能找到关于胎儿受害的律法 大概就这一条 人若彼此斗争 伤害有孕的妇人 甚至坠胎 随后却无别害 那伤害她的 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 按审判官所断的受罚 胎儿在律法书上 看起来更接近于丈夫的私人财产 受到损害了可以要求对方赔偿 但却不是用留人血的 血必被人所留这条法律去审判 当然我不是鼓励堕胎 让不负责的性行为猖獗 但我也不希望为了不可以堕胎而不堕胎 有些重担不是神要你背的 你自己背上而产生后续的悲剧 我主要指的是有问题的胚胎 因为性侵怀孕 怀孕会让母亲有生命上的危害 小孩生小孩等这类的问题 我觉得他不是个基督徒 哦是吗 对而且我觉得他因为他弄这一段经文 我之前也查过 然后我不是基督徒的时候 我也看过这个动作 你不是基督徒的时候 你还挺关注这一类的方面 对啊就是觉得为什么不可以堕胎 对不对 然后很多人就说什么 圣经上也没有说可以堕胎 然后什么什么 我是天生一个很喜欢挑战基督徒的一个人 我以前就是觉得说基督徒什么都不懂 然后我就去上网找 就找到了这一段经文就说圣经上面没有说 我告诉你 你自己读过圣经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圣经里面到处都是 什么萨姆尔他在母胎里面 神就已经把他当先知了 你在那个母胎里面的时候 神就已经爱你 各式各样的东西 你可以说胎儿不是人吗 我说真的 人的生命是神给的 没有人可以杀人 你的想法是错的 而且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我劝你好好去读圣经 而且我就说这不是一个左派跟右派的问题 这是撒旦跟上帝的问题 谁能去支持一个人去杀人 而且把杀人合理化 这不是从神来的 这是从撒旦来的呀 这完全是从撒旦来的 而且这个朋友呢 很明显他也并不相信科学 胎儿不是人吗 我跟你讲 这个是被左派到底洗脑洗成什么样子 他打了凡几次 OK那我就主动认为他是一个来自台湾的朋友 你到底被左派洗脑洗成什么样子 你会觉得胎儿根本就不是人 请问你以前是什么 very simple question 你以前是什么 就胎儿嘛 他就是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嘛 只是这样而已 左派也相信胎儿是人 我打个比方 你去偷一颗海龟蛋 联邦重罪 你去偷一颗 Balt Eagle 老鹰的蛋 联邦重罪 动物的这个 蛋 都是生命的 为什么胎儿不是生命 你看这什么科学杂志 火星上面的一颗石头上面 找到了一个单细胞的化石 这证明火星上面有生命 然后你在地球上 妈妈肚子里的小孩 不是生命 而且像左派 他们说那种进化论的东西 对吧 就是人就是从单细胞生物来的 那单细胞肉眼看都看不见 对不对 就是按照他们那个进化论的 这样一个理论来看 都能发展成人 你却是觉得说 一个由那么多的细胞 组成的一个 完好的一个生命的胚胎 而且又有器官 什么东西都有 知道痛 知道痒 还在里面提来提去的 你会觉得它不是一个生命 对吧 所以他到最后面的朋友有讲到说 当然我不是鼓励堕胎 让不负责任的性行为上去 你这种行为其实就是在鼓励堕胎 或许你想到的不是不鼓励堕胎 但是你嘴里说这种话 就是会鼓励堕胎 我气的是因为这个人扭曲圣经 你要怎样想是真的是你 但是我生气的是 你拿着圣经 然后在这个地方讲的你好像多懂圣经 对 所以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身边要是有这样的基督徒的话 你要去跟他们科普 弄你的想法是错的 如果你是一个刚信主的基督徒 或者是你信主很久了 但是你还没有特别认真地读过圣经 不要相信这种人说的话 这种人说的话会给你洗脑 而且这种是来自撒旦的 来自左派的这种毒药 千万不要相信 我们讨论他这个留言讨论很久 因为感觉好像说 堕胎真的就是基督徒的101入门功课 但是居然有很多人在这个立场上面去混淆圣经 而且更是有很多人 就像你讲的 并不是基督徒 上网随便查一查 然后就开始跟基督徒开始这样debate 最可怕是基督徒不知道怎么回应 对 那除了像刚才这位朋友呢 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 但是他明显很同意 就是说你是可以堕胎的吗 那么贺锦丽在这讲到说什么减少人口 这种又邪恶又愚蠢的说法 怎么样呢 他也得到了在场人热烈的掌声 代表赞同 你说下面的人英文都不好吗 不会啊 他们都是英语是母语的人 你说他们真的没听懂 我们都听懂了 他们会听不懂 不会 为什么会有这么热烈的掌声呢 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人 他们是非常接受 就是减少人口这样的概念 你真的没有听错 就是很多人 他们是非常同意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地球 人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当然是可以 接受减少人口这样的概念 就像刚才留言的这个朋友 他后来也讲过 他说那如果要是对吧 有的孩子 他这个胚胎有问题呢 那换句话说 就是这个人 如果他是一个残疾人呢 怎么办 优生学 减少人口啊 你是觉得就是 这些残疾人 他不配来到这个世界 没有资格活着 对 没有资格活着 你觉得像他这样的 不达到你的标准 他就不应该来到世界上 这样的人就应该早早的被人杀死 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减少人口的概念 你这样的话也是支持减少人口 因为你觉得他不够好 所以你觉得这样人可以 应该在早早的时候就应该被杀死 对吧 那这样减少人口概念 也不光是说对残疾人的歧视 何止是歧视啊 他们就是要明目张胆的 要杀死这些残疾人 那有很多这些环保的人士 你看非常极端 坐在大马路上 对吧 拿什么胶水给自己手就粘在那 就不走 阻塞交通等等等等 那他们这些人的出发点什么呢 他们这些环保人士出发点 他们就是为了要保护地球啊 因为他们相信一个理论 什么理论呢 就是说人多地球就受不了了 我跟你讲 如果要是大陆来的朋友 你如果要看过赵本山的小品 赵本山小品里面有一些很经典的话 就是人多地球受不了 那那个时候大家都当成笑话 这样去说嘛 人多地球受不了 人多地球受不了 其实很多这种话 你说神长了之后 这人也会去思考啊 对吧 他们就会觉得说 这地球到底撑不撑得住啊 就我们以前时候 这地球上没有那么多人 现在大家生活都好了 又开机车 又住洋房 夏天还有空调 还有医院可以去 所以死亡的人就少了 人就是变得长寿了 那这样的话 人多了地球是不是就受不了 地球受不了怎么办 地球受不了 我们全都得领便当 我们全完蛋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因为他们怕死 他们不想死 他们也不想 让这个世界末日快点来 他们也不想让地球毁灭 所以他们就 根据这个事 他们就说 我们赶快行动起来 做出了一系列解读 所以这些环保主义者呢 他们就担心人口过剩 做出了非常非常愚蠢的举动 干嘛呢 他们呼吁说少生孩子 少生孩子多种树啊 这跟当时中国 呼吁一台话 那个时候说的是一样 到处填那个大标语 村里那墙上也都刷上了 说少生孩子多种树 告诉大家少生点孩子 那不就是人口慢慢慢慢就减少了 对不对 树多一点 这不就环保了吗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呼吁说 他们还呼吁说 大家要减少个人消费 减少个人消费了 我们这个地球就变好了 那减少个人消费 这个我们要从哪里入手呢 大家不要吃肉了 速食 大家都吃菜 吃菜呢 这样的那个环保 就会变得好一点 还有什么呢 就是不要坐那么多飞机嘛 每个人干嘛 坐那么多飞机 限制飞行 一年呢 限制说 每个人只能坐几次的飞机 这样呢 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好 还有一个就是 与其他人共享家庭 你的家不是你的家 你的房子也不是你的房子 你凭什么一家人 住那么大个房子呀 五六家人 大家注意起 对不对 我们五六家人 用一个卫生间 大家轮着来 节约土地嘛 不要建太多的房子 我们要保护环境嘛 外面都种上树就好 把你们家门口 弄得像亚马逊 那个森林一样 哗一出去 有条大蟒蛇就跑出来了 我们生态多好 对不对 外面哗一条大河 就在门口了 你天天拿一个仗 说红海开 这样的话 就环境变得多好 对不对 所以呢 他们就说 从这些方面来 减少个人的消费 就说你 不应该拥有 这么多的东西了 你不应该拥有房子了 你不应该吃肉 你也不应该 坐着飞机到处去旅行 这些东西 全部都限制 你就做最原始的生活就好 这样的话 我们的地球 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还有一个 就是说 呼吁大家 大家一定要全部都起来 跟你所在的国家 或者是其他国家 呼吁他们 要为计划生育的项目捐款 啥叫计划生育 就多胎诊所 就是呼吁你们国家 说给多胎诊所捐款 为啥要捐款 杀更多的人 人越多了 他们就跟我们抢资源 这哪能行 你多杀点人了 不就剩我们了 剩我们这地球 就抖我们了 那都我们的 我们就大家就过得 稍微好一点吗 能好吗 又不让吃肉 不让坐飞机 出去旅行 好几家人 好几家人住一个房子 你就算杀再多人 你这生活质量 好像也越来越差 对不对 反正就是 他们一整个议程 听起来是这么的可笑 然后我们被骗了好久 对 然后呢 我小时候 我妈还会就是跟我说 哎呀你要什么 环保 什么什么 没错 我们要环保 我们不能乱丢垃圾 我们该做什么事情 就是该做什么事情 然后也不应该在海边 你喝完那个椰子水 把那个吸管就往大海里一丢 结果就跑到海灰的鼻子里面 没错 No 我们要制止的是这个样子的行为 对 我们要制止的是坏人做坏事 不是杀小孩 不是限制你可以买多大的房子 不是限制你的消费 所有优生学都是这个样子 你要受苦 你要为了所有的环境 suffer 然后各方面的 然后为了什么 为了他们可以过得更好 为了他们可以不用省电 为了他们生养众多 OK我觉得只有左派一层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各位不要再被骗 对 所以你说这些呼吁保护环境的人 他们说人太多 就 要不把他们杀了吧 对 要不把他们杀 我跟你讲 这世界出问题 就是这一批人 他们如果要投自杀 我觉得地球会变好很多 事实上来讲 左派的这些政客 他们去呼吁 很多说白了他们都是撒弹教的 他们要去杀人 他们要去杀婴孩 他们要去击败等等等等 是有原因的 很多人他们真的就是单纯被骗 他们想说不行了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对吧 他们想来想去 都是为了自己 或者是为了自己的家里人考虑 就是地球不能毁灭 因为毁灭我们就完蛋了 所以他们把这个事放成他们 人生中一个非常激进的议程 就是说 他们从一个好的角度出发 他们就说不能不可以这样的 因为我们大家都会死 所以他们愿意在什么很热的天 然后那个出去抗议 然后把手粘在那个国有马路上面 他们就不走 后来就说 前两天还有一个新闻 那人那个手啊 在那是下面粘着 因为太多的胶水 弄不下来 来了之后 警察把这一块石头都弄下来 这人拿手粘着石头 后来你知道说什么 说这是搞不好要截肢啊 因为那个胶水粘得太紧 没有办法剥下来 搞不好要截肢 他才能脱离这块大石头 不然他就要戴着这个石头 手就一直要这样 所以你看他这么激进 他们就是想什么 说白了 他们就想要得救嘛 嗯 他们想要得救啊 他们怕死啊 他们想要做好事 他们想要做好事 他们就说 你们这样就完蛋了 每个人都会下地狱 所以我们不要往这种错误的方向去走 但是他们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明白说你是否能够得救 不在于这个地球能不能够照常运转 他们认为说人多了地球就完蛋了 但是你想活着并不是因为人多了你就会死 也不是说因为这个地球那个不转了你就会死 不是因为这样 你怕死 你害怕世界末日来到 你要找到一个真正能够解决这些的方法 而不是说哎呀你去做这激进的事情搞了自己搞了半天活着的时候 这个都要截止 死了之后灵魂还要被吓到地狱里面去 对吧 你说你不可能说通过剁掉更多的小孩 你能够获得永生 你通过剁掉更多的小孩 地球能够照常运转 是一个什么样的邪恶的遭物主 能够创造出这样的一个规律 让这个世界来运转 那这样的话我宁可都不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对吧 因为实在是太邪恶了 所以其实他们想要找到的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 在圣经里面写的特别特别清楚 拉萨路这个人大家都知道 拉萨路 马大还有马利亚一家人 非常好 但是拉萨路死了 那么在拉萨路死了四天之后 耶稣才到他们家 虽然离得很近 但是耶稣没有马上去 死了四天之后 埋在坟里 四天之后耶稣到了他们家 到了他们家的时候 拉萨路的姐姐马大就出来了 她出来就迎接耶稣 她就跟耶稣说 你要是早一点来 我的弟兄就一定不会死 那这个时候耶稣对他说什么呢 这句话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是一下子就是能够击破他们所有想要得救这样一个谜团 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他说完之后 我把马大说 你信这话呢 所以我也想要问 大家或者是问这些环保人士 就是你信这话吗 如果你信了这个话之后 你不会去做出这些愚蠢的行为 你不会要在大热田把自己手 哪怕都 是吧 到最后都要搞到一个截止 你也要在那抗议说 我们要保护地球的正常运转 你也不会像这些人拿着圣经的经文来讲说 我们必须要优胜学 我们要杀死那些不配活在这世界上的人 所以我们的世界才会变得好 这才是对人公平的 不会 所以你信神说的这个话吗 你相信他说 信他的人必定永远不死吗 如果你相信的话 你的目的不会去支持这些左派的议程 你会清楚看见 这些左派的议程就是要杀人的 而且他们这些议程就是要带着所有人下到地狱里面去 我们在新闻上面看到这么多的事情 这么多关于优胜学这个东西 然后Black Lives Matter这些东西也是 然后各方面的其实都是在promote一个 非常属灵的一个 邪恶的一个计划 他们就是要杀死神的孩子 他们就是要针对人的生命 他们就是要你死亡 然后他们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威胁你说你会死 除非你来听我的 所有政府他们的这个议程都是这样 所以他们政府的运作模式都是这个样子 你会死 所以说你要听我的 枪支会杀死你 所以你要把枪支给我 这个地球会毁灭 所以你要听我的 你会没有电 所以你要听我的 各式各样都是在造成说 你如果不听我的话 你就会死 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们不要一直在这样子一个循环里面 然后特别是华人 华人被这个想法扭曲了好久 然后你看到连很多连教会都是这个样子 很多连教会都在害怕这个样子的事情 神要我们生养众多 神要我们管理这地 管理的方式不是杀死别人 不是说今天我管 你给我去死 没有人这个样子的 神要我们尊重每一条人命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属于神的 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属于神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没有资格去杀死任何人 因为我们在别人的生命上面没有权柄 我觉得基督徒一定要知道这一点 当你的生命是属于政府的时候 政府就可以杀死你 俄罗斯为什么可以叫你去西伯利亚做挖矿 北韩为什么可以叫你去 叫这个这些矿工去挖矿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说 他们的生命是属于政府的 是政府给他们生命的 这样的想法是非常危险 然后非常可怕的 所以没有人应该要相信这一点 对 那么最近有一家这个指尿库的公司 他们就突破盲点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从交易月开始 有很多的公司都开始量出身份 对吧 就是说我们支持 怎么怎么样 包括我们local有一些饭店 我还是在药坡上面说 找地方去吃饭 就看到那饭店上面 也写说对LGBTQ人是友好 等等等等 就是所有一切的 自己在做生意的 或者是像银行也好 等等等等 所有跟这些没关系的人 他们都出来讲说 去支持这样左派的一个 政治的目的 然后去支持他们 这种意识形态 但是有一家 纸尿库的公司 他们突破盲点什么的 就是在现在的文化 在这么扭曲的时候 他们非常政治不正确的 说出了我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在乎的事实 这家婴儿纸尿库的公司 叫做Every Life 就像你刚才有讲到 Every Life 就是每一条生命 那他们最近呢 在推特上面就发布了 他们的一个广告片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while so many companies are promoting what is wrong we choose to celebrate what is right life every miracle from God boy and girl black, tan and white planned, planned and unplanned gifted and special every one of them has celebrated here every life we're changing diapers changes lives 我很同意他们的内容 对啊 因为你发现 就是他们广告词 写得很棒 而且是没有太多的废话 然后句句都是重点 就是他们非常亮明身份 他们没有在那里 说我们纸尿库很棒 很好 怎么怎么样 他们直接上来就是说 就是每一个生命 都是重要的 而且他们有说到说 上帝就是创造两种心结 在里面就是非常明确 就是男孩还有女孩 那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 意识形态越来越撕裂的时候 他们作为一个需要盈利的公司 他们敢于在这个时候 承认自己的立场 而且是宣告神的立场 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因为很多盈利的公司 他就觉得说 哪一伙人多 因为我为了赚钱嘛 那谁人多 我就是去讨我客户的欢喜嘛 我客户觉得说 我这个东西好 那他们就会买我的东西 或者是我们的思想 跟他们的思想一样 他们就会来支持我们 但是他们明白 如果他们这么清楚的亮出立场 左派会不会抵制 左派一定会抵制嘛 左派就会说 你看这些纸尿库多不包容 我们有那么多的纸尿库 是支持堕胎的 支持女性选择权利的 我们去买他们的纸尿库 我们不要买你的纸尿库 对不对 他们明白会发生这点事情 但是呢 他们更清楚的是 他们会得到我们的支持 像这间公司 我不讲别的啦 我就讲我们的这个事工 是有人跟我们说 你们不要表明你们是基督徒 你们不要提到圣经 你们就是讲 好好的讲政治就好 你们就是来翻转这个东西 然后慢慢的让别人看到说 原来他是基督徒 就是能从你们的行为猜出来 对对对 或者找我们 然后在Facebook上面找到我们 我不知道别人要怎么样 但是现在不是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要表明出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就是要在真理上面站立 我们就是要 神说错的事情 我们就是要说错的 神说对的事情 我们就是要站立在那个地方 不动摇 这个是基督徒要做的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做的话 你有一天你要被审问 你有一天你必须要 为你的行为而负责 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做光作严 神做事 整本圣经里面 神做每一件事情 都是跟人一起合作的 没有说什么 诺亚 我要你建一个方舟 诺亚说 你有你的时间 然后神就摆一个方舟在那个地方 神就说好 你先等着 然后第二天一开门 哇一个大船 对 doesn't work that way 如果你是基督徒 如果你是牧师 你要带着人跟神一起合作 不是让他们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做 你表明你自己是基督徒 你在真理上面站立 这样子的一个宣告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实这个宣告 从属灵的层面来讲 是非常有意义的 就说我们很多时候 就是要宣告的祷告 对吧 一个是属灵里面的征战 第二个是 我们要宣告 就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我们要宣告这一地 到底是属谁的 这种宣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让我们讲出来的时候 不光神喜悦 我们自己也听见 就是我们到底是什么 对 那所以就是宣告一个基督徒身份 不要害怕 这些人是什么 那你说他们做这样一个 尤其是他们靠这个吃饭的 因为这是一个企业 对吧 企业当然需要拿来更多的钱 你如果要去支持左派的那些想法 或者你根本就不需要讲 你是基督徒 对不对 你不去讲 你就好好做你的纸尿库 然后等到人说发现说 这个产品很好 大家都来买 但是没有 他们选择说 我们就是有这样的意向 我们就是有这样的方向 去来做这个事情 而且我们就是要宣告出来 我们到底占什么立场 你爱买不买 真就是这样 你爱买不买 愿意支持我们理念的人 神就会带来 你不支持 那你就去做那些 你就去那些支持堕胎的地方 你就去支持那些杀人的地方 你去他们的公司买产品好了 你爱买不买 我不需要那个讨你的喜悦 为什么 我做这个工 我就是给神看的 神如果觉得我做工OK 他会给我带下骨头 他会把人带到我这里来 他会让我们的公司成长越来越大 所以如果大家要是去看他们这个网站 我跟你讲 我昨天看他们网站 看了很长时间 因为一个婴儿止尿裤的网站 你知道吗 他们根本就是把它做成一个传福音的网站 真的是这个样子 一般你说产品的网站 对卖吃的就是我们这吃的 多好多好吃 我们多新鲜新鲜 我们到底是用了什么 他们其实主要在上面 讲见证传福音 这个就是他们网站非常主要的内容 我看了很久 而且我感觉很感动 当然了 他们也有在里面讲说他们的产品 就是他们 他们不用那种 会伤害人的那种 伤害小孩那种化学的物质 因为他们是希望 就是神的小孩生出来 从最小就开始得到保护 因为他们里面有讲到说 在学校里面被洗脑 现在孩子被攻击 然后被变性等等等等 他们觉得非常心痛 希望做的是 就是从这个人一生出来 他们就被神所关怀 然后他们用的一切都是好的 包括这种贴合他们身体的东西 要用的都是好的材料 然后一直都长大 所以他里面有讲到说 就是我们take care 你人生最开始的这样一个阶段 所以非常感动 那大家有时间可以去他看 他们在网站里也写到说 他们这样一个企业 为什么会在一起 其实就是一堆家长 他们本来是一堆家长 是去抗议 就是学校怎么可以这样子 然后怎么可以去变性什么 他们是这样一群火热的 然后爱主的家长 然后这样的一群家长呢 他们就是看到孩子的这一块 所以他们这一个企业 是完全以信仰为根基的 而且他们在上面写说 他们所有在做的事情 都是因为对耶稣基督的信仰 以及福音的真理的缘故 所以他们去创造这样一个公司 那太长了就不讲了 这个网站上还有讲说 他们是怎么开始的 非常棒的见证 所以欢迎大家去看 然后他这个网站也特别有意思 就是说你不光买了之后 你可以给自己家孩子用 他里面有一个网页就说 欢迎你买了之后送给别人家 就有可能你自己没孩子 别人家是有孩子的 或者是你是祖父母等等等等 欢迎你在网上order 然后送到他们家门口去 给大家这样一起 就是我们不光是基督徒的这个群体里面 让大家可以一起来支持这样一个企业 所以呢 这样的公司是我们要支持了 而且这样的公司 就是我们一直期待出现的耶 对不对 因为你想 你婴儿止尿库的这个行业 太多人都开始生孩子了 对不对 婴儿止尿库的这样一个行业里面 如果全都是左派 你说白了你没得选 你就只能硬着头皮 你不想要去支持 但是你硬着头皮你没得选 现在可以有了 你一直期待出现的这样一个产业 而且是生活必需品的这样一个产业的公司 已经出现了 所以欢迎大家去支持 那希望呢 也通过他们这样一个公司 也可以激励到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在越黑暗的时候 神真的就兴起更多的人 这些有勇气的人 他们愿意接受神的护照 而且愿意与神一起通工 在各个领域都宣扬神的作为 所以这些父母呢 他们看到时代的黑暗 看到婴儿被杀害 他们没有选择灰心丧气 他们没有在那里说 哼好讨厌 然后或者是每天祷告哭 就是神啊怎么办怎么办 没有 他们跟神祷告说 What can I do 我能做什么 然后他们联合起来 成立了这样一个企业 他们就敢于在这样黑暗的时候发光 神就为他们在仇敌的面前摆设了宴席 那不光有这样一个网站 你还发现有一个保守派的网站是不是 对 这其实我一直都在用 因为我跟大家呼吁说 你们要去来支持保守派企业的时候 我自己就开始上网去查 那有一个保守派的网站 里面上全是纯保守派 里面就是conservative value 那上面写的很清 就是public square 大家可以去上面看一下 里面每一个企业 有点类似像Amazon那个样子 只是全部都是每个不同公司的一个产品 很棒耶 就是集合嘛 对不对 对对对对 但是他也不是像说什么Amazon 他只给你看然后什么那个产品而已 他就是说你进去了之后 然后你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去购买 然后都是在网路购物啊 包括吃的喝的做指甲的各式各样的服务 还有什么水电工那东西也全部在那个上面 然后全部都是 因为他们把它放上去就是表明身份说 我是一个保守派企业 嗯所以说大家可以去这个网站上面看一看 我觉得我们需要支持保守派的东西 对对对对 不是说我们的所有的娱乐 吃喝玩乐全部都被左派控制 是这些人还有这些公司 我们找不到 然后这个网站就是可以让你找到的地方 那另外呢 如果说你想要什么买枪的话 还有或者什么之类的 你可以去warriorpoet.com 我那天然后什么 那个介绍了一本书 就是这个创办人写的 里面东西很好 反正就是它里面的这些防身的这些器具啊 也全部都是非常非常齐 然后另外一个叫做Blackout Survival 这个也是我非常推荐的 它里有一个手电筒 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防身的武器 好给大家这个推荐的这些网站 大家可以按照需要可以去看 然后可以支持我们这样一群人的 这样一个理念的地方 那在最后呢 也跟大家报告一个 就是我们的频道 从来没有报告过类似的讯息 但是真的是这一次 因为我自己有亲身参与 所以在这里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有一个女孩子 她今年28岁 比我还小两岁 她名字叫李畅 那么她得了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基因病 叫做艾勒斯当洛斯综合症 那这个综合症呢 就是非常非常罕见 而且目前为止呢 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治疗了 就是说让这个人痊愈 没有 然后医生已经给她下了一个通牒 就是说她最多活的话 就是还能活三到五年而已 她的寿命就这样子 那当然这个话是医生讲的 她现在症状就是浑身都疼 她这个疼痛啊 就是一直处在这个疼痛里面 这个疼痛达到七级 然后呢 她身上就是装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她现在的生命是靠着这个心脏起国器维持的 也就是说如果突然什么时候 这个心脏起国器 她不管用了 那她真的就是再见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她已经非常长的时间 没有办法吃饭 为什么 因为她的胃不工作 然后她的肠子也不工作 所以她就是一直要输营养液 然后她营养液就是自己在打 自己在打 她身上就是都插着那些管子 插着那些口 她随时都有感染的风险 因为她身体的抵抗力 防御能力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个免疫力 她是东北人了 其实 她是东北人 然后她18岁的时候就出国留学 所以她英文是非常非常好的 她先去了英国 然后又来了美国 所以她的学历也是很高的 但是呢 因为她得了这样一个病 她国内的家人已经对她完全放弃 就是 不会给她有任何金钱上的支持 然后大概隔三差五就问一下 看她是不是还活着 所以国内的她爸爸妈妈家里的人 就是已经对她完全放弃 但是呢 她很坚强 她虽然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之下 她还是去面试 她想找工作 那你知道 我上次见她的时候 她居然还找什么工作 她跑到银行里面去面试 就是因为有很多银行 她是需要讲中文的人嘛 就是一直站在门口 一直站着 然后有什么服务 这样可以去跟人家讲 她还去面试去找那样的一个工作 我就跟她讲 我们就说你不能这样的 因为她这个抵抗力是非常低的 你知道 你又不要说什么感冒了一个什么东西 一下这种东西都可以马上杀死她 所以她没有办法站那么久 她站一下的话 她如果不行 她就会晕倒 就是这样的 所以她在身体这样的情况下 她为什么还坚持去面试 因为她不想要给大家带来太多的负担 她有在网上筹款 有在勾方命上面筹款 但是勾方命那个平台上面 扣的钱实在是太多 双方扣 就是你在这个平台上面 你得到捐款了 对不对 你捐款人 她从你捐款人那里扣一大部分钱 然后我收款的话 我再取出来 她还是扣一大部分钱 所以这个平台 我这次才知道 她是扣那么多那么多钱的 她不是说想象中只是一点点 所以呢 尽管她国内的家人对她放弃了 但是她还是想要在活着的时候 能够尽量的赚钱 然后她怕她去世了之后 她可以留给爸爸妈妈妈一些钱 或者是她赚的这些钱 最起码能够支付一部分她自己的费用 那么她需要的费用 开销是蛮高的 因为她现在是租房子 住在一个房间里 那个房东也蛮好心的 给她了比较低的房租 除了这个之外 她一直去看病 一直去等等 很多保险不cover的东西 她都是要花钱 包括像她要打一些止痛剂 因为她实在是人太痛 那么呢 我们的教会 为什么我会认识她 因为我们教会支持 关怀她有一段时间了 那我可以证明这个事是真的 是真的是完全真实的 这个不是骗人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很多人非常可怜 需要人帮助 但是如果大家在网上看到 不知道的话 就会怀疑说 这事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我们的事工也有在帮助她 然后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也有支持她 关怀她 那当然呢 她还需要更多的支持 但是呢 光靠我们教会的力量是不够的 所以呢 在这里如果大家有感动的话 欢迎大家为她奉献 那么这个奉献是直接到她账户里面 这个是她Zill的一个邮件的地址 我就把这个地址放到 这个我们的屏幕上面 大家可以用银行转账 就是Zill的方式 你打这个 然后她名字叫李畅 那你打这个邮件的地址之后 她出来的名字就是畅李 就是C-H-A-N-G 然后last name是L-I 这样的一个地方 可以为她送去一些关怀 送去一些鼓励 这个情况的确是真实的 而且我每次看到她 我觉得心里非常难过 你很难想象她承受压力这么大 她才28岁而已 而且她 是很有幽默感的一个女孩 就是如果说 她身体很健康的话 她是一个非常开朗 然后很活泼 的这样一个女生 尤其是她跟我年纪差不多大 我每次一想到她 我就觉得说 她没有办法吃东西 然后她浑身承受这种病痛 然后 而且我觉得最难过的 就是她家里人对她的放弃 就是她爸妈觉得 她这么多年在国外 已经花了太多钱上学 没有必要再在她身上投资 因为她如果 去世了之后 她爸妈就要开始考虑 自己养老的问题 因为没有其他的孩子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 这个人反正 早晚迟早都是要死掉的 那我没有必要在她身上 再多花一分钱 所以她家庭的情况 她也从家庭里面 受到很多的伤害 从小到大 情况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那也希望大家被她祷告 因为她到现在 还没有接受神 那我们也一直去关怀她 然后又给她传福音 希望她能够赶快地受洗 我觉得真的就是要 帮她祷告 然后 请神亲自的来接住她 然后赐给她平安吧 因为她毕竟得了 基本上是一个绝症 然后基本上就是 必死无疑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必死无疑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 我们的死亡 还有我们要怎么样 勇敢地去 来去了解说 我们人生中的purpose是什么 我们的人生的purpose 如果说是可以 为神做见证的话 那我现在就可以死 那她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这其实是非常可怜的 我要赚钱 因为我不想要给我妈什么东西 我不想要给我爸带来什么困扰 或者什么之类的 所以真的是请各位帮她祷告 然后请神亲自的来带领她 请神亲自的来触摸她 请神真的赐给她平安 就连你们教会去帮她传福音 各方面的 她都不愿意接受的话 真的是表示说 她心中是有一个不安的 她心中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安 绝望 不安 是这种 你想 你很难想象 在这么年轻的年纪 又没有信主 然后家里人们完全放弃的情况下 又没有钱 然后就不知道自己随时 什么时候都会死 她都在想说太痛苦了 太痛了 她都不想要活下去了 我们跟她说 不管怎么样 不可以走自杀这条道路 你不可以去想安乐死 或者是什么 就这些事情都不是你考虑的范围 那她心里就担心钱的问题 我有去跟她讲了 我跟她讲说 你不要担心 因为我相信 教会是神的肢体 这个 钱跟生命 我们知道 生命一定是比钱重要的 那哪怕我们 或许是 为了能够拯救这样一个生命 我们一个月 少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你哪怕能够给她 二十块五十块 按照神给你的感动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这个不是 神既然把她 带到我们的面前 我觉得这是神要我们去服事的 因为神说 你给一个小子 端一杯凉水 这个就是坐在她的身上 所以我觉得 是要让她明白 就是基督徒群体里面 是如此的关心她 因为除了基督徒的一个群体 现在没有其他任何一个群体 去关怀她 所以或许她可以 从我们的服事的过程中 我们给她捐款过程中 她会感恩 她会明白说 为什么这些我都不认识的人 他们在我 急难的时候 他们愿意过来帮助我 希望她能够从我们的这些 关爱里面 看到神对她的爱 看到神在她身上的作为 所以 也欢迎大家抗害解囊 因为人到死地 我们不能不救 也希望 不光是在金钱奉献的时候 希望大家有更多的祷告 可以帮助她 可以扶持她 让她可以能够起来 刚强起来 不要再去想那些非常不好的事情 也不要在这个时候 受到撒旦的意见诱惑 去做那些事情 希望大家祷告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你在下面跟我们留言 你看完今天这个节目 不管是我们跟大家讲到 环保这方面的事情 就是这些基金主义者 他们说要杀死很多人 要减少人口 来保证地球的正常运转 或者是这样一个属神的 纸尿库的公司 他们愿意在文化风暴的时候 他们愿意宣告说 我们这个企业就是属神的 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基督徒的支持 还是说对李昌这个女孩子 你有任何的想法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让我们知道 那也非常希望再次呼吁 希望大家能够康慨解囊 来帮助李昌 你既然有听到这样一个讯息 证明神把他带到你的面前 希望你按照圣灵的感动 能够付出一份 不管是多少 不管是多 不管是少 但是我们这一份都是坐在神的面前 神一定会记住 好呢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特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